第四张画呢 是导演钟孟宏记停车之后 再一次触碰到台湾社会问题的电影 同变演出的还有老班底的代理人 代理人演的技巧 不韵不火层次分明 没有入围金马奖 被视为是遗珠之憾 我觉得这片子是一个很难归纳的电影 当初这个电影在看开始写没多久的时候 所有演员大概都已经有出席了 大宝啊 金士杰啊 纳斗啊 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觉得好的演员应该是 他常常可以把整个戏里面的角色 发挥到最好最好 然后也给你很多surprise 而且他会把他当下的情绪呢 完完全撇开 进入到戏里面 所以我当初就没什么想很多 我就只想大宝 他是可以创造角色的人 我知道我们住在一起 大家都不舒服 但是大家就忍耐一下 等于以后你上了高中 你就可以滚了 我扮演的继父的一个角色 他大概就是一个生活上面有一些挫折 所以他紧抓到他太太不放 所以我喜欢是不是有大宝啊 他们那种好雷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 你会觉得现场很多想拍他们 到底怎么去面对一个角色的时候 去产生那种冲突出来 我几年前看过颐和园 当时候就对这个女演员有印象 跟郝磊工作起来 那种感觉很像就是在跳舞 几乎不需要太多沟通 很快就可以感觉到对方的那个状态 整个角色就是以从一个小朋友的那个眼光来 来看整个大人的世界 然后他人面对的一个整个 整个大人这种很不堪的一个世界 这很早就已经定了 他有讲亲情 他有讲朋友之情 他有讲所谓的一个家庭暴力 或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它是隐隐约约 含在整个台湾的整个很跨面的 我非常希望台湾的中小学老师 能看到这个电影 我也希望很多的父母来看这个电影 你小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我相信你会无一种发现很多很多 你预期不到的事情 哇 好嘞 我不得不佩服 这个你本人跟这个荧幕上面 真是差很大 你本人非常的fashion 然后在电影里面 我们可以说在怂到爆 真的 那个非常传神 令你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最深刻 对 有一场我跟小海吧 其实都很深刻 对 有一 但那个是挺深刻的 就是我跟小海在那吃饭 然后我背对着鱼缸 然后就小海往那边看的时候 就拍第一遍 我一回头鱼缸那边是空的 但是有一条 就是我觉得导演特别坏 你有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 就是我说的话说我一回头 突然他让那个 就是演他哥的演灵魂的那个潮 站在那边 我吓到你 我当时我绝对是 就是我这第一反应 我愣了一下 然后但是我还想 还没喊咖 我还要演 然后我说 你在看什么 对 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小海呢 小海印象深刻是哪一场戏 你说好的还是坏的 都可以啊 要先说好的还是有 好 你先说好的 就是有一幕啊 那都带我骑那个机车啦 对 然后他就 导演可能有跟他稍微 串通好 就是做一些 会让我吓到的动作 然后让我尖叫 然后我尖叫 因为那时候我抱着他 他骑摩托车嘛 他说你很娘炮 对啊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 他最后说 你抱我抱太紧了 我说麦克风 他上面那个针 扎到他 抱太紧 扎到他肉里面去 那坏的呢 踢一脚 你还有阴影在啊 观众看 你知道我们看 我们都觉得 哇 好震撼 结果有踹很多次吗 有没有保护的措施 一开始有 一开始有 最后一次没有 最后一次没有 最后一次就是 肚子这边垫一个 那个蓝白拖那边 然后他踢 蚁蓝肚子中间那样 然后头撞到那个梁柱 有没有撞伤 没有撞伤 对 好嘞 我想问一下 你们俩的对手戏非常多 有一场戏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 就是你们在火车上 你剥这个橘子给他吃 小海很冷漠的摇摇头 肚子头 那个真的很touch到大家的心里 谈一下那场戏怎么拍的 那场戏 其实很容易啊 就是那场戏就一个喊卡 没有戏对你来说是难的 不是 真的 因为人家应该用放松的状态去面对 就是 其实大家看着很冷漠 我也很冷漠 他他也很对我很陌生 可是一喊卡 我们俩马上就偷吃橘子 就偷吃偷吃的橘子 那小海的 你知道为什么不吃橘子 那个橘子会 肚子痛 什么 没有 肚子痛啊 你拿来你吃了啊 后来 结果后来吃了没 有的是酸的有的是甜的 他吃 他觉得太酸了 没有有一颗是 一半是酸的一半是甜的 结果你们怎么问 剥了几颗橘子啊 我看你剥 都要好几个 四五个吧 我看你剥那个 在手上 而且那局 超难剥的 我觉得 对 可是导演非要要求 就是你在 就很奇怪 其实 你在穿 我感觉可以慢慢剥嘛 但是他想要的那种 感觉 对 为什么要剥 其实那场戏是我们很早就写好 那场是真的没有动的 就是我们要让那个妈妈 一开始出来 就带给观众一种 他有点冷漠 甚至有点恐怖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这个电影 很仔细的看这个好艾的指甲 是插得红红的 然后那个导演说 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很兴奋 因为那个红红的指甲 插到那个绿色的橘子 然后剥开 然后他拿给她 其实他是害怕而不愿意吃 所以那个第一场戏 其实让妈妈的形象 跟小孩子的关系 就已经建立 所以导演坚持一定要这样剥 剥了四五个橘子 才剥成功 对 要问一下小文 这部片子 它触到很多社会的问题 最想传达出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还是关心下一代 就是其实 我们都会常常忽略到对小孩子 因为大人经常会习惯性的认为 小孩子我们给他命令 给他指令 甚至其实你很难 完全百分百的知道 小孩子心里在想什么 其实这个戏里面 我们借由小海这个角色 当然他遇到很多离奇的事情 其实我们最希望是让大家 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关心你的孩子 即使你是在一个很幸福 看起来很幸福美满的家庭 你都有可能忽略到 你小孩的内心世界 我希望这个电影 就像导演刚刚说的 他希望老师 家长 特别来看这个电影 你会对你教育你的孩子 跟观察你小孩子 有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对 特别是 我不知道 好了 也不知道 因为台湾社会问题特别多 而且是关心儿童议题 我不知道在大陆上 你们是不是也很关心 这样儿童的问题 这新闻不会可能 不会多报 因为大陆太大了 也许就是它不会 就整个全国全报 那我去年来拍的时候 就是也有电视上 或报纸上 就是会登一些问题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是 就有一个小女孩 然后好像被她的姨 给虐待死了 在去年我们在拍戏的 这个时候 对 所以我觉得 我当时还问导演 我说是不是特别多 这样的问题 他说其实挺多的 对 所以事实上 这种虐待儿童问题 或儿童问题 事实上大家越来越 不分两岸 大家越来越重视 是 好 上回来 我们要看小孩的 属来宝了 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 再来这个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特别要问小海 小海 你的国语 为什么这么标准 自证腔语呢 因为爸爸从小就有 刻意要纠正我 我就说 那个要念 每个字都要 每个音都要念清楚 然后还有原因就是 我每天晚上回家 然后每天睡觉都在听相声 这是你特别喜欢听相声 对 为什么 不知道 可以打花时间吧 人家喜欢看什么MV啊 听唱片 听流行课 去SHC周杰林 你喜欢听相声 我不喜欢音乐 好 那今天好像 特别准备一下 属来宝 给我们查一下吧 有一段 好 现场 表演 可以吗 可以啊 好 那就麻烦了 鼠九龙东北风瓜 正月十五龙东月 有一对狮子滚绣球 三月三 王母娘娘盘桃会 大闹天宫 搜子把这盘桃偷 五月初五 端阳节 白蛇许仙不到头 七月七 传说本是天河配 是牛郎之女的泪霜流 八月十五云遮月 月里的昌鹅犯流愁 要说愁咱们尽说愁 刀儿一段 让口令的十八丑 这个虎丑不敢从高山下 狼丑野心耍滑头 象丑脸还皮又臭 这个鹿丑七八叉掌鸡脚 马丑备案行千里 驴子丑的仪式休 羊丑创雪就把这胡子掌 牛丑丑了饭牛粥 狗丑改不了进吃屎 猪丑立块臭水沟 鸭子丑 别人踏嘴 鹅臭丑了长了一对 叮我头 这个蛤蟆臭长了一身浓包机 螃蟹臭的紧咕咕咕 嘎脸臭 臂端又自熟 乌龟臭的紧缩头 这个鱼臭里水不敢走 这个虾米儿空腔乱扎 没准头 哇 你自己练了多久啊 我练 我没有刻意在背 没有刻意在背 我就每天睡觉听 每天睡觉听 然后又就开始就背了 对 豪丽 你有没有觉得他 像那个孤岭街 上面视频里面的张震 像 什么像 就是 我反正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他很像 就感觉吧 就是 皮小尔挺挺奇怪的 他自己是一个特别活泼 但是呢 就是他一拍他的时候呢 他不说话的时候 你觉得他很忧郁 其实他也没什么可忧郁 我觉得他每天挺快乐的 不忧郁嘛 我看到 所以就很奇怪 所以我们昨天看完电影以后 也就在说 就是导演选他是对的 因为其实一个人 就是一个演员吧 就是说 他能不能成一个大演员 其实 最更重要的是个人魅力 其实也是从小就可以看出来 那张震那个时候 演古灵街的时候 就已经就挺不一样的 其实 就他身上有一个独特的气质 所以小海也有这种特质 对 那小海以后 想走演艺圈这条路吗 演戏吗 拍戏好不好玩 拍好玩啊 嗯 你演完想继续拍吗 还是 还是说想说 看时间呗 看时间 因为那个 爸爸妈妈说 我要尽量要读书 然后寒假暑假比较没关系 寒假暑假 对寒假暑假 读书还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对 好嘞 拍过这么多片子 有没有想说 最想现最想尝试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没有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就是来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 就是一个电影将来 就是呈现的东西好与坏 跟所有人都很有关系 比如说剧本啊 导演啊 然后你的对手啊 就这些 甚至就是可能小到 一个我们叫厂功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叫 就是这剧组整个的气氛 就是说会影响到 一个演员是否能够良好的发挥 所以说我 不是一个角色写的好 我可能就会去了 不是这样 就还要看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那个缘分 然后有没有那个 能够配合的那种气场 也希望你常常的拍 我们是台湾人的电影 好啊好啊 对 你刚才说拍这个刘伯温啊 对啊刘伯温 那是台语剧吧 你怎么懂啊 对啊 我因为我不知道 我是拍的一个台语剧 然后我到了剧组以后 也没人跟我说 大概大家觉得都知道 因为演职人员全部都是台湾的 工作人员也是 可能他们觉得这很正常吧 他们也会说 对 也没有提到 跟你讲 你到了现场就 没有 现场融入了吧 对 我觉得就是 我跟 有一段 我忘了那个演员叫什么名字 就是 他演了个卖烧饼的 然后他就在喊 我不知道他在喊什么 就叫卖那种 然后我还问人家 我说 哎 那个什么 就是他是需要他 他讲一点方言的嘛 人家说 没有啊 他说的是台语啊 我就说 为什么要说台语 然后说 你不知道吗 我们所有人都说台语啊 就是台语剧好吗 真的 对 就是很有趣 反正你这个天不怕地不怕 什么要吵着 我能不能应付了 没问题 对 就是可能 不会说这个职业 太久了吧 好 最后请小文来讲一下 答应什么心情 来走到新月来看第四张画 我觉得只要你关心台湾 你关心你的下一代 你就应该来看这个电影 他入围了很多金马奖 但是奖项不代表一切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关怀台湾徒弟的电影 所以 只要你关心你的小朋友 关心你身边的 这个台湾的事物 你就应该来看这个电影 好 谢谢三位大家 也希望金马奖 三位通通报一座 这个金马回去 谢谢 好 谢谢三位 也谢谢你的收看 节目之后 我们来看看第四张画 其他精彩片段 我们下礼拜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